他應該就是想要把青鳥標籤化吧 讓人家覺得說 當青鳥是一件很可恥的事情 或是會被人家不喜歡的事情這樣子 那我覺得他的目的主要就是要降低青鳥的人數 怕大家承認自己是青鳥的話 好像是一件很丟臉的事情 或是很激動的事情這樣子 很像說把台派或是喜歡台灣的人塑造出一種 動不動就會因為中國很好 就會剝離心碎的感覺 但其實通常會剝離心碎的不是我們 就我們通常就是笑笑而已 但他們就會直接把他放大成說 害他他沒有在崩潰或是怎樣的 這某種程度上其實是故意來貶損 青鳥台派的陣營 中國的文攻武嚇 就是分化台灣人的團結抵抗的決心 這我覺得非常不可取 坦白他們爭取的都是在於 特質或是說人身上去做文章 不會去討論或是直上議題的過程 他們一直以來其實都是對某一種議題 某一些說法或觀念 其實他們都會擷取一些部分 可是前後的討論的東西 比較有邏輯的東西 他們其實不會太在意去深入討論這些東西 其實就是人家所謂的帶風向 他們想影響的是這些不知所云的人 近期常在媒體上看到 青鳥崩潰等字眼區下標題 青鳥怎麼看呢 他們就是想要看台派的人就是不開心啊 但是真的有沒有崩潰 我覺得有時候是牽涉個人價值的選擇 那他有沒有辦法代表所有台灣人 或者是每個人的意向我覺得不一定 覺得這些立場比較像是 他們幫我們預設就覺得我們會崩潰 我們根本其實就還好 這不是我們在工坊的電影 最近就是有一個聯合力監督 青鳥都沒有出征然後都不見你 然後不講話 我要跟誰出征 習近平嗎 他們可能會覺得就是青鳥在乎的議題 就是這些相關的東西 所以他們自然會就是套上 有點不公平 因為搞不好也不是大家都這樣子 黑悟空 那時候大家都愛玩 然後必要崩潰的 其實我身邊的人 他們覺得 跟九日 就是台灣自己做的作品比起來 黑悟空 他花費了很大量的資金 卻就只是取得 就那樣的成果 對於我們較少的資金 就可以做出來的九日 台灣人都有很好的收穫 那你說到的那個聯合力建筆 反而只有造謠說我們那個台中有 船就是進不來 海邊 他們其實也是恐懼人民的聲音 這個 因為我們大家的意見是跟他們很明顯的不同 光看最近有做一個假的影片 他假造幾個那個議員或名嘴 你能拿我怎麼樣 解放軍打進來 我就跟與北城一起投降就好了 現在先賺點錢啦 我們其實終於要回到祖國懷抱 然後馬上就有一些 所謂的支持者 說你終於回頭了 就是終於要回到中國 其實就代表他們 真的在操作是有意義的 如果說我們 能夠把這些 真正的訊息 讓大家去做選擇 你每個人都有 就是支持自己政策的權利啊 那我覺得 最終大家會支持的就是 我們保護自己的家園 這個現象 我先講黑悟空這個好了 那可能就是 他們只是想突顯自己的技術進步 但有沒有想過是說 這個東西他們是從別的地方先竊取過來 而再去衍生出自己的東西 那我以一個遊戲的角度來看 他只是 愛爾登把玩的換成另外 換成 GOG的東西而已啊 他並不是 所謂的 Original原創的東西啊 對啊那你說歷屆行動 那我覺得這個就像是在學校裡面 有一些靠ABBA的學生吧 我自己覺得啊 就只是披著 強鼻勒 對對對 我相信國家還是有自己的反制手段啊 就是要表達一種我們獲勝 然後製造恐慌吧 然後讓他們的同論層認為 他們是多數 他們是對的這樣子 我覺得也有人在打尼巴掌吧 要提起就知道他要幹嘛了 就只是在一些輿論的方向 是這樣子的啊 其實我自己認為 這某種程度上其實是 故意來貶損青鳥台派的陣營啊 中國的文工武嚇 就是分化台灣人的團結抵抗的決心 這我覺得是非常不可取啊 所以就像說 你要等那個是沒有行動力啊 想要塑造是什麼樣子的 這種XX還有XX這種鴻梅 他主要是為了要來塑造出 我們台派還有青鳥這類族群 就像說可能兩岸開戰他會跑掉之類的 這個是目的是要為了來減損 我們這個台外陣營的自信型這樣子 有沒有看他們的手法 或說很常有沒有看到這種標題 有啊很常看到 他應該就是想要把青鳥標籤化吧 讓人家覺得說 當青鳥是一件很可恥的事情 或是會被人家不喜歡的事情這樣子 那我覺得他的目的 主要就是要降低青鳥的人數 怕大家承認自己是青鳥的話 好像是一件很丟臉的事情 或是很激動的事情這樣子 目的應該就是這樣子 那就很常見的當然就是說 青鳥看到什麼新聞 或者是發生什麼事件 就崩潰了 然後就散笑 然後覺得說青鳥的支持很沒有道理 根源民進黨立委去反對這個立法的過程 或者是立法的這個本身的法律 沒道理想要藉由僵子 但是說實在他們的立場 就是立基點根本不夠 他們說不出這個立法 為什麼藍白立這個法好在哪 他們只會藉由民進黨支持者 孝青鳥 根本就是變成民進黨的側翼 這個反而反變成好像綠能 你不能這樣子 說實在沒有中心思想 其實他想要塑造了一種比較極端的想法 其實什麼青鳥崩不崩潰 跟吳康仁其實是兩碼子刺啊 其實這是無關的 那其實 只有他們自己的同溫層 才會去看這些東西 你這完全沒有意義的東西 藍白他們針對的不都是在於 特質或是說人身上去做文章 他不會去討論 或實質上議題的過程 他們一直以來其實都是對某一種議題 某一些說法或觀念 其實他們都會擷取一些部分 可是前後的討論的東西 比較有邏輯的東西 他們其實不會太在意去深入討論這些東西 其實就是人家所謂的帶風向 他們想影響的是這一些不知所云的人 那其實像我們自己都知道 這到底是什麼邏輯 什麼是正確的觀念跟想法 其實我們都知道了 其實影響不大 我倒想反問 火箭軍高階將領被撤成這個樣子 到底是誰先崩潰 中國軍隊的一些歷史背景 大概在改開放差不多是1980年左右開始 然後到1990的時候 就是8964之前 因為他們雙軌制 雙軌制的話變成說 一定會有大量的不公平存在 因為我開放市場競爭 可是我計畫經濟的部分還保留 我特權階層還是有辦法去侵占 你市場經濟的成果 到那個時候 他們崩潰到的程度是 他們放任軍隊自己去做私人經營的事項 你這樣子的狀況像這種時候 軍隊不是軍隊了 你軍隊變成公司 然後自負盈虧的時候 這個東西走到今天 那我們要訪問啦 當社協訓取匯總起來之後 你跟我說我崩潰了 那我要訪問啦 那你這種情況 你不崩潰嗎 你怎麼會 自己的問題都不先處理好 然後反過來質疑我 我都覺得錯亂了 感覺你知道嗎 前陣子有很多議題 他們都是在 我自己感覺是 還是偏向在擾亂的部分會比較多 其他的部分 我對我來講 我是覺得還好 我是沒有太care 因為我自己 我很清楚 他們的手段 因為畢竟我年紀也不小 然後我自己 我免體制度我是比較清楚 我覺得就是要瓦解我們的信心 對 會覺得他們比較像是比較惡意的工程 或者比較不意思 就是操作一些情緒啊 但不是就事情去 就事論事的談 我們的公民素質 如果有到一個程度的話 其實看得出來這個手法 感覺很像是 要怎麼講 很像 很像說 把台派或是喜歡台灣的人 塑造出一種 動不動 就會因為中國很好 就會玻璃心碎的感覺 但其實通常會玻璃心碎的不是我們 就我們通常就是笑笑而已 但他們就會直接把他放大 成說 嗨嗨他沒有在崩潰 或是怎樣的 就 大概是這樣 我覺得他們比較像是敵鬼 就是用作比較密 這個族群 或是這個 傾向的人 都打成好像說 很容易因為一些小事 就抓狂 然後是幹嘛 很不理性這種感覺 而且跟那些作品 也有在崩潰 陷南